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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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最后他对谁负责 自己的内心 一定会要记得这句话喔 各位就像我常讲 一个执政党 他最后要负责的 对谁负责 人民 人民 人民就是心灵啦 执政党就是自我啦 听懂了没有 如果最后执政党 不对人民负责 而是对其他国家负责 各位 你这个要不要被推翻掉 要 各位听懂了齁 所以 执政党要代表谁 人民 但是自我 常常是代表心灵吗 你们在乎别人的想法 你们符合别人的期望 你们追求世俗的价值 你不愿意听你内心的 各位自我听懂了没有 叫卖主求荣 通敌叛国 还有什么 还有自我什么 各位知道自我 自我会讨好外界 讨好世俗价值 他会违背他内心真的感受 其实来讲 你们明明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 父母亲说 他好了 他好了 你会听爸爸妈妈的 违背自己的内心 各位来仔细听 以身心灵来讲 违背自己的内心者 皆付出代价 听懂了吗 违背自己内心的人皆要付出代价 但是我不是说你不能违背喔 你起码要知道你在违背 而且为什么违背 而且违背完了 你还要回来看看违背多少 听懂了吗 但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各位 他最后不听人名的 听谁的 听别人的 所以自我意识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愿意倾听内在的声音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不是自我自己做主 或所谓的这个通敌叛国 或所谓的这个什么 从阳媚外 因为自我如果不愿意听内心 你就麻烦大了 各位 这是所有人类的痛苦的根源 也是所有一切的 身心疾病的根源 因为自我不愿意听内心的 好 所以各位 你们一定要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 来一个好的总统 一定要吓到民间去 听民间的声音 对吧 一个好的自我一定要干嘛 听内心的声音 并且一定要想办法 怎么样去满足你的内心 渴望去创造的 各位明白了没有 如果自我违背了这个原则 这个自我终必被推翻掉 我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这个自我终必然 想法 是 让我们再 tang操开 答解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